台灣房市不能說的秘密 引爆點居然就在天龍國中的天龍國 房子便宜 有價又有量 好啊 鼓勵大家搶進啊 且慢 沒錯 在這個天母有一間 在天母搜狗旁邊的萬叉叉都 這個房子大家去注意它是因為什麼 它的價格竟然占上了每瓶90萬 後來再往前看進去才發現說 它在2015年的時候 每瓶成交價是90萬 可是到了去年價格調到了88萬 等於說價格再往下掉了 所以房市再翻轉 從9字頭調到8字頭 一個大家可以理解 可以期待的 對 沒有錯 但是它現在最新的 就是說有兩筆成交 讓它的價格又回到了9字頭 大家想說這是什麼樣的住宅 居然會這麼的怎麼樣 就是說這麼保值 不知道也就算了 知道的時候嚇一跳 為什麼呢 發現就是說原來它是工業住宅 工業住宅在房市翻轉的時候 特別保值 第一個 為什麼它找到了一個拐點 有價又有量 第二個 工業宅是什麼東西 工業宅是什麼呢 我們來看看這個台灣房屋智庫 這張旭蘭我們的好朋友 他怎麼說的呢 他說這個萬叉叉都的產品 是以套房居多 這邊大部分是套房 可是因為它地點很好 旁邊有天幕的SOGO 又有芝山捷運站 對面那個又有什麼量販超市 所以在這個地方買來什麼 上班族在這邊的租賃需求很高 所以你買來出租給人家的話 15坪的套房 大概可以收到多少租金呢 大概是2.3到2.5萬 也就是說 它的投暴率至少是2%以上 所以就會吸引一些投資人來買進 但是張旭蘭又有特別強調 他說你要注意 他雖然是工業宅 他雖然地點很好 交通很好 可是工業住宅 有被取締罰款的風險 一倍查憲 最高可以罰到多少 可以罰到30萬 也就是說你要小心 你怎麼樣呢 賺到了這個房租 可是賠到了罰款 等一下 清皇這樣講 我覺得我們還不能 清算的告訴大家說 小心喔 會罰你錢 這個房子不能買喔 我覺得要是我 我陷入了天人交戰 為什麼 我有投暴率 我可以穩當包租公 為什麼 因為他就可以穩戰九字頭 他居然在這裡找到了一個拐點 房價也保值 我要不要一搏 我這個時候 我陷入了天人交戰了我 沒錯 但是你要留意他後面的風險 為什麼呢 因為工業住宅有什麼狀況 我們講給大家聽 你看台北市都發局怎麼說 他說工業區本來就不該住宅使用 也就是說這是官方的態度 然後說呢 尤其建商代銷房仲 有無對消費者的善盡告知責任 然後發現違規使用 立即開罰 一個官方態度表態 可是問題在於說 消費者有時候常常一不查 就會調到他的陷阱裡面去 比如說像你看這個案子 名叉叉叉叉院這個案子 這是在桃園的案子喔 他的廣告文宣怎麼跟你講 你知道嗎 他說我是捷運宅 然後說我是電梯大樓住宅 有74戶的住家 然後還告訴你說 戶數少 社區單純 然後呢 簽約完成隨時可辦理交屋 然後這四個字叫做 即可入住 據說這些字眼 你是不是怎麼看都是什麼 就是住家嘛 它跟工業有什麼關係呢 很好啊 而且應該有非常遼闊的附地 你看車道跟出租雙向設計 換句話說 捷運宅 然後住戶單純 立刻簽約就可入住 這個怎麼說都是很好的一個個案 但是他被處罰了 他罰到為什麼呢 他被處罰了 為什麼被處罰呢 你看桃園市政府認定說 他的建案土地 叫做桃園市都市計畫的 移種工業區 移種工業區 所以他的使用只能當什麼呢 叫做一般事務所 他不能當住宅使用 所以桃園市政府說 你建商跟你廣告公司 你們在混淆消費者 你是廣告不實 所以開罰 開罰多少錢 建設公司罰了180萬 廣告公司也被罰了80萬 罰建設公司又不會罰我 要不然如果跟住戶有關的話 天母的那個 90幾萬變88 88怎麼又拐上去90幾萬 砍頭生意有人做 賠成生意沒人做 大家還是搶金 但是你還是有風險 你有風險是什麼 一旦被人家檢舉的時候 你有可能就會被吃上罰單 賠上罰款 到時候 我懂了 還在銷售期間 當然沒有人來承接這個房子 罰罰建商 到時候買到的時候 錢賺進他口袋 罰是罰我 因為已經過戶了 所以到時候 你如果被檢舉的話 你就會被罰款 所以我們談到這個工業宅 就是說 像這種產品 有什麼呢 它有優點也有缺點 但看起來缺點是比優點多 那它優點是什麼呢 因為它通常會比市價 在低大概兩成左右 所以它的第一個優點 是它房價會比較低 所以 現在房價說少兩成 就打八折賣的意思 就是說房市在下修 本身已經有個趴數下來 對 再打八折的概念 沒錯 那第二個是什麼呢 它的持有成本 跟一般住宅一樣 也就是說 你一樣可以把你的戶籍 簽到這個地方來 然後登記成為是什麼 自用住宅 所以你的稅率 就跟一般的自用住宅稅率 是一樣的 所以你的持有成本 跟一般住宅 其實是差不多的 這就是很多人 其實就算知道是工業宅 眼睛一閉牙一咬 我一定要給他簽下去 為什麼 我怎麼挑 怎麼計較 就是價格 money money還是money 對 這個打八折賣給你 然後持有成本那些稅 跟一般住宅無異 那何錯之友呢 問題是你要考量到你的風險 它的風險是什麼呢 這邊就有五個 我們要提到它的風險 第一個風險是說 工業住宅通常你貸款的 自備款要比較高 你貸款層數會比較低 這個說說看 因為這個影響到 我背房貸的能力 對 沒有錯 比如說你買一般房子的時候 你可能可以帶到七成八成對不對 可是你買工業宅的話呢 你只能帶到多少 只能帶到五成六成而已喔 帶到五成六成 象徵什麼 你的自備款就要增加 所以除非你是銀行信用 非常非常好的那一種 銀行可能願意多借你一種 那你如果不是那一種人的話 你去買這個工業宅呢 你的貸款層數就是比人家差 所以換過頭來想呢 貸款層數比較低 代表什麼 當未來你要轉手 賣給下一個人的時候 下一個人來買的人 本身的資金要夠喔 所以它的另外一個問題是什麼 它的轉手相對難度會比較高 好 那另外一個 它的風險是什麼呢 就是說 你要很清楚的知道 你現在買的叫做工業宅喔 所以你在申請所謂的 青年優惠貸款 這樣的優惠貸款的時候 人家是優惠給你去買一般住宅 不是讓你去買工業宅的 這就是要不要 你想在利率想有政府給你首購 青年貸款的優惠 政府認定你是買一般宅 你如果買工業宅 你意義上如果一看這個底 就工業宅幹什麼 你要開公司 你要開工廠 我還優惠你 因為它就是一般事務所 所以你如果買了工業宅 你要申請適用的 青年優惠貸款 基本上是不行的 那另外一個你要面對 就是我們剛剛講的 有被罰款的風險 再加上有些工業宅裡面怎麼樣 違規把它改建成所謂的夾塵屋 這種變成夾塵屋 一旦被檢舉的時候 你就有被拆的風險 其實講到工業宅 我們知道在大台北地區 離開台北之外其實也有 大台北比方說你講內湖 南港 中河 就是你可以想建那個房 大概挑高 大概4米6 在甚至甚至更高的那一些房子 其實極有可能就是工業宅 其實還滿多就是工業宅 而且它沒有可能就是什麼 自己用夾塵去做改建 所以它本來就有相當的風險 那這邊有一個案例 是這個阿金的案例 他差一點就買到了工業宅了 那阿金就是需要買房子 所以他在中和這邊走走走 看看看到了什麼呢 看到一個中和的新建案 結果他就進去案場裡面 跟銷售人員講就說 你們這個建案怎麼樣 那銷售人員就告訴他說 他一開始就開中民意 就跟他說我們是工業用地 那你是要買來做辦公室 還是要做住家 那阿金當然想說 我就是要找住家 你辦公室我不要 所以當阿金要走的時候 銷售人就趕快拉住他跟他說 你先不要急嘛 我們這邊呢 雖然看起來是 可以當這個什麼 是當辦公室 但是他也可以當住家 你要住還是可以用 那結果阿金就問他就說 那既然這樣的話 你們到底是合法還是違法 銷售人就跟他講 銷售人跟他說 如果你想問這個問題的話 我告訴你 其實它是違法的 那你講這樣之後 後面就不用人了 我銷售人員 我是要賣你房子 我希望你買 我一開始就跟你講 你買的這個是違法 客人找跑 銷售人在補上第二句話 他告訴你說 可是不會被抓啊 雖然違法 但他不會被抓啊 違法又不會被抓 買了之後就看你運氣 對 沒錯 不會被抓之外 你可以住進去 住進去你就可以當 一般住家使用 而且最重要的是什麼 房價比周邊行情便宜兩成 那比較便宜的價格 又可以當住家使用 你為什麼不要呢 然後又不會被抓 對 這個時候阿金新養了 新開始養了 銷售人進一步讓他去看 他們這邊相關的一些文件 那看文件的時候 看到這個地方的隔間圖 設計圖發現什麼呢 怎麼會有些虛線的隔間 這是隔辦公室 又有茶水間 又有什麼辦公區 這怎麼是住家的格局呢 虛線的概念是什麼 比方說我今天 在一個設計圖上虛線 我告訴你 這個地方是茶水間 這個地方又是做廁所用的 一般住家哪來 什麼茶水間 對啊 阿金就直接問他 就說奇怪 你這是辦公室用的嘛 校舍員說 不是啦 不是啦 你不要想太多 這個圖是應付檢查的時候使用的 你要想說這你買去了之後 這些虛線你統統都可以把它塗掉 塗掉你就按照你要的設計 隔天去隔天就好了 你放心 廚房的那些管線 預測的管線 我們都有保留 一定沒有問題 你可以好好的住進去的 所以一般住家 該需要的這邊一應俱全 只是這個虛線 你給他護護的 但是你要二次施工 沒錯 你要二次施工 然後銷售員馬上再補上一句說 現在我們有買辦公室送裝潢 但是辦公室請你自己把它解讀 成為住家 簡單說就是買住家送裝潢的一個概念 那在這樣子的一個概念之下 會怎麼樣呢 阿金就當然想說 現在買還直接送裝潢 該不馬上絕了呢 所以阿金就馬上掏錢下訂了 怪了啊 馬上決定就直接付訂金了 付訂金之後回去呢 他遇到一個他在銀行工作的朋友 那這朋友就問他說 這個你最近有沒有找到你喜歡的房子 阿金跟他說當然有啦 他說我今天看到一個好漂亮的房子 而且我已經下訂金了 那銀行朋友就問他就說 那你買的是什麼樣的產品呢 他說就是一個工業宅嘛 但他們跟我說可以當這個住家使用 而且最重要是比一般的價格 便宜兩成喔 那結果這銀行朋友就說 你不得了啊 你竟然買到工業住宅啊 阿金想說為什麼有這麼嚴重啊 那他銀行朋友就跟他說 工業宅最多只能帶到六成喔 然後工業宅的問題是什麼 你未來會有轉手的風險跟等等等等 我們剛剛所提到那些問題 阿金一聽之說不得了啊 說我怎麼會買到這樣那個產品 趕快打電話給這個什麼 銷售人員說我可不可以退訂啊 想當然而已 你是那個銷售人員 你會退他訂嗎 當然直接吃掉了嘛 這塊肉我都丟進來的 絕對沒有可能再吐出去 沒有錯 所以阿金只能安慰自己說 算了 就反正只是要掉訂金而已嘛 至少我沒有買到工業宅 他只能這樣安慰自己啦 我請教葉老師喔 要是會跟我們講一下 一般買房子的朋友喔 你假如說假到假小的話 這是很有吸引力的 八折喔 至少八折給你砍下去喔 那 談談看 什麼樣的房子 我看外觀我可不可以判斷 他是工業用戶 工業宅 如果他不跟我講的話 我會不會一腳踩進那個窟窿 還有工業宅真的賣錢嗎 不是賣錢的 很多人去賣錢嘛 首先第一個怎麼判斷 他的工業宅 各位你如果看那個房子 蓋起來靠得很近 戶數很多的 幾乎伸手就可以去隔壁 借醬油的那樣子了 那種房子靠很近 那就是工業宅 動距很近 對 因為他的動距 他的容積率很高 所以他的房子蓋得很高 然後又蓋得很密 然後接下來這是什麼問題 這些工業宅其實我要講 其實他遍布大台北縣市 你要從北投士林 一路講到內湖 講到南港 講到新北市的板橋中和 全部滿滿街市 像T4 你看那麼大洞的市場也是啊 你知道他當初一瓶 推出多少錢嗎 多少錢 16萬 你會不會買 好有吸引力喔 對啊 你知道當初剛剛在講T4 民國90年到92年的時候 93年的時候賣他多少錢 28萬 而如今88萬 所以這個點 就是說工業宅的這樣子 它有分好的點跟不好的點 不好的點呢 反正那個附近有需求 我就降很低 尤其在房價高漲的時候 我開價開很低 它自然就吸引了 一部分的買方進去 那買方買它在賭什麼 我在賭第一個 我16萬、30萬、400幾萬、500萬 我就有一個窩了 我先窩再說 接下來如果他告訴你說 這附近像我們這個規劃很好 將來還會漲 你又有一個投機的心理 反正會漲 將來再換 所以這個階段性的這個過程裡面 會達成某一些目標 你會看到 我們現在講工業住宅很爛對不對 抱歉 工業住宅全部賣光 包括在板橋雙石路上 有多少工業住宅也是賣光 所以你看 我覺得前面你跟我講違法 但是抓不到 這兩個安打 定心完吃下去之後 再來就成價格 對 就說價格 說價格 他在賭他未來會上漲 先完成我現在居住的需求 對 四五百萬跟我去租一間房子 付的貸款利息是一樣 為什麼不買 照買 所以他有市場需求 那要是我問你 今天如果你的客戶 看上了這個工業宅 他也告訴你 他價格讓我非常的心動 可是我們已經跟大家講 良好五壞 他脫手不容易 他最多給你帶五六成 你會建議他買嗎 我不會建議他買 因為我從來沒有建議過 我的客戶去買工業住宅 因為我要告訴你 會有這些問題 你可以接受 你將來不會找我 你就去買 因為我沒有工業住宅可賣 但是如果你要買 我告訴你這些風險 那我告訴你會不會買 十個裡面大概有七八個還是會去買 所以這就是人生 但是這個東西是這樣的 我覺得這個是一種取捨 就是說其實我的大客戶 就是比較有錢的這些客戶 我跟你講 連摸都不會摸 連問都不會問 你知道都是什麼人去買 一般手購 沒錢的 盡量沒什麼錢 只好買它 第二個中產階級的換屋 因為他覺得大概會買得起第二戶 是這樣子的 所以這樣的產品 都不會到很有錢人身上去 而這樣的狀況 未來都是這些 手購跟自助換屋的人 去面對將來 不管是政府的茶器也好 拆也好 罰款也好 所以我說小人物真的是很悲哀 面臨很多很多的問題 其實工業宅 你看像剛剛一開頭節目 講那個案子 他在天母那個案子 他已經不算是工業區了 一般你去住那個工業宅 如果是緊鄰工業區的 它的進出也有很大的問題 譬如說因為它是工業需要 所以旁邊有機具 污染 大型車輛的這個進出 可是現在剛剛 像剛剛葉老師講的 推那些案子 周邊都已經看不到 這樣的狀況 所以它只是名稱叫工業住宅 實際上它這個情形 在周邊的環境之下 它已經不像是一個 工業區裡面的東西了 說到這個買房 賣房 那現在口口感舊 口袋變淺了 所以千計較萬計較 還是這個價格 打趴著工業宅 為什麼這麼juicy 這麼吸引問題在這個地方 是一個傳統的 在這個地方 還有一個傳統的 有關 有關 是 有關